大概在市面上找不到 这个更强的组合了 排雄浦挂宝镇 红系练是最强组合 郭董跟阿伯亲上火线 说服股东 更何况我们两家是换股 所以我们红海好 细品也好 那细品好 红海也好 所以这是个双赢的策略 再加上股东赢 客户也赢 长达90分钟的策略会 结果股东不给力 17号细品股价不赏脸 下跌将近1% 外界还是不解 日月工收购价高达45元 红海却以每股37.8元 拿到21.24%股权 加上细品稀释股本 让小股东吃了闷亏 结果郭董也跳出来说 我也很吃亏 如果说换了股价 红海是吃亏的 既然亏为什么还要换 郭台铭当然算得精 因为细品开了大门 让红海把手伸进去 但更让林文博难过的 恐怕是这一幕 才握了阿伯的手 下一秒掏出真心喊话 拉拢日月光 林文博的关系 当然会被你破坏掉的话 我跟张先生的关系 还是要维持 不要曲解他们的原意 他们原意是纯粹财务投资 阿伯或许期待 郭董这个白发老翁 可以一心抗日 结果却是左勇右抱 商场身段柔软 也就是说阿伯多了两位公婆 等此后 因为细品跟红海的合并 整并两者是互相互补 而且是上校有垂直整合 这个的确会有短多的效应 再也忍不住 双董做出面隔天 细品砸重金 卖广告 林文博强调 日月光没有提合理的收购议价 对细品未来有负面发展 再次强调 红系链提升长期竞争力 红海的合作问题 重点是在于说 林文博跟郭台铭怎么去磨合 这可能中长线上 就会有一些隐忧 日月光红海抢亲 要是日月光成细品大股东 进入董事会 经营权就面临挑战 担任救火队的郭董 强势领导出名 经营共事 也有得瞧 东森财经新闻 综合报道 广keepers 为特朗牙 带来最大的 秀